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雖同志萬方 卻忍受罪惡寬 我的願有耶穌 神於世上 榮華富貴神華 我的願有耶穌 神於晨陽 我的終於主 滿足主的心長 我的願有耶穌 神於美名 願對主忠誠 宣揚主生命 神過早聚望 雖同志萬方 卻忍受罪惡寬 我的願有耶穌 神於世上 榮華富貴神華 神過頭 佛貴神 佛貴神 山中 絕對神 穩麗 愿比风芳蜜 更加方向甘甜 大满足我需要 为我心灵 我宁愿有助 跟随主前行 生活做君王 随同志万方 却忍受罪恶光芒 我宁愿有耶稣 善于世上 荣誉 富贵 奢望 弟兄姐妹 早安 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在沉心时光的时间 我们要一起来默想神的话 从今天开始我们又进到一个新的树卷 我们又来到旧约的耶利米苏 将近有两个月多的时间 我们要一起来默想耶利米苏 求神祝福在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可以更多认识祂的话 因为祂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 圣愿今天神把祂的话语解开 让我们活在祂的光亮当中 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向祢献上感恩 愿我们相信祢的话语充满着能力 愿今天祢的话语解开光照我们 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 祢继续带领我们祝福一下时间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妹 今天开始我们进到耶利米苏 那耶利米苏呢 其实他的作者就是耶利米这位先知 那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背景 那耶利米呢是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的先知 那从圣经的记载可以知道他是亚拿图城 祭司家族出生的 他是在南国犹大 约西亚王13年也大概是公元前 大概627年左右 他是蒙昭成为列国的先知 那他历经了南国犹大后面几任的君王 历经了约阿斯 约阿晋 约阿金 然后还有西底嘉五位君王 所以他担任先知的时间 超过40年以上 真的是还蛮长的 那他也亲身经历了整个南国犹大 等于是亡国灭国前 甚至整个亡国后的整个动荡 那在整个圣经里面出现的这么多先知里头 耶利米应该是我们所知道 流泪最多哀哭最多的先知了 他为君王哀哭 为自己的处境哀哭 甚至为整个国家的灭亡哀哭 所以从这个圣经的记载 可以看到好像先知耶利米 整个服饰的过程都是在非常忧伤 凄惨的情境下所度过的 因为他那个时候所处的环境 其实整个国家要濒临的灭亡 整个国家整个信仰 也是一个黑暗的时期 但是他深受神托付的使命 很努力可是又没有办法 好像改变整个恶劣的情势 因此在他侍奉这40多年 真的充满着忧伤的眼泪 所以他也被称作为哀哭的先知 那耶利米书呢 其实是也是先知耶利米 也就是他的私人秘书巴鲁 为他整个整理编辑 他所有的预言还有相关的内容 把它绘整成一卷书卷 那耶利米书其实在 整个旧约圣经当中 是被列为大先知书当中的第二卷 总共有52章 那其实他的原文的长度 是超过以赛亚的以赛亚是有66章 可是他其实是超过以赛亚的 所以可以说耶利米书是旧约圣经 先知书当中原文内容最长的一卷 那不单如此 这个耶利米书也是所有先知书当中 记载最详细关于先知个人的祷告 还有耶利米他服事的心路历程 整个他情绪的高低起伏 所以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会感觉这卷书非常的人性化 所以读这卷书也会感受到一个服事神的人 他内心的挣扎 还有他在服事的过程当中 他跟上帝的关系 那特别要留意就是当我们在 默想耶利米书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 要知道说 其实耶利米书并不是按着时代的先后次序 来记录这些预言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读其他先知书一样 可以从经文的次序当中 就可以了解整个事件的发展 甚至预言的先后次序来龙去脉 他是比较是汇整过 比较不是照着时间的顺序 所以好不好 那我们就是接下来这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一起在读这个耶利米书 默想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耶利米的生命 学习成为一个持守真理 宣扬真理的侍奉者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今天是在耶利米书的一章一到十节 一到十节 我先读今天的经文给大家听 变亚米帝亚拿图城的祭司中 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 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进在位的时候 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 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卤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我未将你照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胜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我就说 主耶和华 我不知怎样说 因为我是年幼的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 你不要惧罢他们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 对我说 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 为要施行拔除拆毁毁坏 寝负又要建立栽子 今天美言的主题说到 无法抗拒的呼召 其实当我们看整本圣经就知道 每一个被上帝所用的人 都很清楚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呼召 就像今天的经文 耶利米也是 甚至旧约很多 亚伯拉罕 摩西大卫 但以理 甚至新约的彼得保罗 都很清楚他们有呼召 所以我们要先清楚知道一个是 就是我们期待如果我们的神秘要被神使用 或者说我们期待更多的经历神的丰富 第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清楚呼召 因为活在神呼召的人 人生是最精彩的 我们刚刚看了一章一到十节 耶利米刚刚前面有说总共52章 他后面这么多他的预言 还有他的祷告 他的一切的丰富 都因为在第一章这边 他回应了神的呼召 所以刚刚说了活在神呼召的人 人生是最精彩的 如果第一章耶利米没有回应呼召 他就没有后面52章 所有的内容的经历也都没有 反而是回应了呼召之后 哇你看他这么多的领受 他的预言 他的经历 这么样的精彩 是因为活在神的呼召当中 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有三点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怎么活在神的呼召当中 怎么样知道神的呼召 到底有什么内涵 第一点 上帝的呼召 有角色的限制 上帝的呼召有角色的限制 第五节这边说 我未将你照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胜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所以当我们想要活在上帝的呼召当中 我们就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角色是有被限制的 不是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我想到的呼召不是说什么 要成为先知或者成为使徒 我说的不是这个呼召 而是其实我们每一个角色 上帝都有他美好呼召的一个限制 如果我们在家中你是父母的 你要成为神 活在那个呼召里头 成为神那个呼召的那个父母 那个呼召是什么 就是一章五节这边说的 分别为圣 如果你在家里面是父母的 你应该是一个为神分别为圣的父母 你是儿女的 在家里面你就要成为那个角色 是一个为神分别为圣的儿女 你在职场也是 你是老板是上司的 就要成为活在神呼召里头 分别为圣的老板 或者分别为圣的上司 是员工都一样 不管你是什么角色 上帝呼召你就是要成为一个 分别为圣的那个角色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当你活在一个分别为圣的里面的时候 也就是活在神的呼召当中 所以不是你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不是我按着我所想的 我想怎么做老板 我就怎么做老板 我想怎么做父母 就怎么做父母 没有 上帝的心意是我们要有一个分别为圣 这是上帝的一个很特别的呼召 不管我们在哪一个角色当中 一个很大的虽然看似限制 但是却是让我们有一个精彩丰盛的祝福 关键就在于分别为圣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角色 这是第一点 再来第二个上帝的呼召有环境的限制 在第七节这边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 你都要说 上帝的呼召除了刚刚讲的第一个 有角色的限制 再来有第二个是环境的限制 那个环境的限制是什么 就是说无论我们处在哪一个环境 可能我们在家里面 或者我们在职场在公司或者在校园 不管是什么环境 其实上帝都有一个美好的安排 那个安排是什么 就是刚刚读的第七节 上帝说我吩咐你说什么话 你都要说 当我们想要活在神的呼召里面的时候 不管我们在什么环境 我们都要活出神的话来 都要用神的话来面对 你在校园你是儿女的 你在家里面你是儿女的 你需要用神的话来面对父母 来回应父母 你是父母的也需要用神的话 来面对你的儿女 面对这个家庭 你在职场也是 是老板的你要用神的话 来带领整个公司 对待所有的员工 是员工的也要用神的话 来回应所有的工作 回应所有的职场 所以上帝的呼召 对有环境的限制是 不管我们待在什么环境 面对什么人 面对什么事情 上帝说什么话 我们就用上帝的话 来回应我们的环境 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肉体 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情绪 更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想要 所以要活在上帝的呼召 第二个是有环境的限制 要用神的话来面对 所有上帝美好的安排 所有的人或事情 用神的话来面对来回应 再来第三个 上帝的呼召有什么特别的呢 有任务的限制 上帝的呼召有任务的限制 在第十节这边说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有任务的限制 就是当我们想要活在上帝的呼召当中的时候 不是我想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耶利米先知 他一生所传达的信息 若要用一句话来说 其实就是这一章十节 这一节其实也把整个旧约时代先知的信息 全部都表达出来了 整个先知或者说耶利米他的工作 就是要把神的话带给他的百姓 就包含了两方面的信息 一方面就是警告纠正 也就是说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 其实就是要把百姓从罪恶里拉回正路 另一方面当以色列百姓如果悔改的时候 先知又要传讲关于安慰鼓励的信息 也就是建立灾职 要让他们在绝望当中也看见上帝是百姓的安慰 让他们被建立起来 所以耶利米他在做的无论是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寝负 还是建立灾职其实很重要都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当我们想要活在神的呼召当中 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角色 其实关键我们都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透过传福音 透过我们爱的行动 透过我们的关怀 透过各样的 我们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透过今天一到十节整个耶利米临到呼召回应呼召的记载 我们就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可以有一些学习 活在神呼召的人是有最精彩的人生 那活在呼召当中 第一个有角色的限制 不管我们什么角色都是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有环境的限制 面对环境不是我们的情绪感受 而是要用神的话来面对所有的人跟事情 第三个有任务的限制 不管我们在什么环境什么角色 都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活在神的呼召当中 我们的人生也会是最精彩的人生 因为我们活在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里面 愿神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主啊我们向你感恩 谢谢你透过耶利米的呼召的经验 让我们可以学习 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美好的呼召跟带领 主啊让我们清楚知道 我们要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角色 我们要活出一个用你的话语来面对环境的 这样子的一个心智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把人带到你的面前 因为这是你对我们的呼召 让我们活在你的呼召当中 我们就有最精彩丰富的人生 你来带领我们 谢谢我们的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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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